好,我們來解今天立刻的問題 今天立刻的問題是所謂那個 搶到搶前的一個問題 那這裡面主要重點是就兩句話 嗯 兩個0階的房子啊,你不能搶 搶了他就會通知警方 然後最後一句話是說 你在晚上你搶最多的錢 然後不會讓警方察覺 這個重點這兩句話 然後我們根據我們的輸入的 Numbers 他當然是一個清單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他的一個長度 好,如果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說 你只有 呃 只有一間房子的話 你就是N等於1的情況下 當然你要return 你能 搶到了錢 也只有Numbers 0 這當然很清楚 好 然後呢我們再去設 呃 一個清單 基本上他應該算是 呃 所謂的 狀態矩陣 好,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 用P來表示 那 那一開始當然都是0 那我們是從 呃 0到N 所以總共是有N加一個 好 那我們的 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P1 好 我們是從P1開始 P1的話 那 假設 一開始當然就是Numbers 在0的值 然後原則上我們 讓回圈跑一次 那這邊我們搭 arrange4 然後 i在range 應該是從1到N-1 啊 這裡 好 那 那 我們的 P在 i加1的情況 呃 原則上呢 他是 應該是 兩者之間的一個 極大 啊 因為他不能 相鄰的兩間房子嘛 所以上一個 應該是上兩個 所以這邊就是 i-1 加上 好 這一次的 錢 或者呢 是 P 在第i的 值 好 那我們這邊取其大 原則上應該這樣出來的 這個 呃 最後 P在N的值應該就是我們的答案 Return P N 好 那我們 呃 將他 自行一次 好 這應該是正確的 那我們就 summit 好 我們把這個結果看一下 好 那原則上 還不錯啦 好 那我們這其實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呃 修改 呃 這個放大一點 好了 好 那所以 在這邊的話 我們 其實 只要用 兩個就夠了 那在這邊的話 那我們用一個技巧 就是你跟 1做N的計算 基本上他就是 除以 2的余數 所以說 跟1做N的計算 這邊也是 跟 1做N的計算 好 那這邊 也是 一樣 好 最後 你要傳回去的答案 當然要跟 1做N的計算 好 那我們看看 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基本上 也都ok 那我們summit一次 好 稍微比較慢一點 不過也是ok的 好 那另外我們C++的部分 呃 我們基本上也是 採用這樣的 啊 節省space的一個方式去 去完成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們就直接讓他 讓他自行 好 原則上大概0毫秒 就完成了 我們也可以summit 好 好 那4毫秒 這個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 不過 成效來講 應該是ok的 好 那我們就 到這邊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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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